你好 欢迎收看3月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县体育会和中华民国台湾运动旅游发展协会 联合主办的2024花莲太平洋浪花扮成马拉松 9号盛大起跑 吸引来自12个国家200多位国际跑者 还有台湾本土在地的乡亲 总共有7000多名的选手一起来报名参加 大家不为寒风迎着树光体验花东太平洋的湘海风光 一早伴随着寒风和树光 不少跑者也换上短裤跑装 热身迎接赛事 第二届花莲太平洋浪花扮成马拉松 9日上午在花莲县受风向远胸海洋公园活动广场前盛大举行 12国200多位国际跑者 共计近期签名选手共襄胜举 包含路跑代言大使雷艾美 县长徐振卫等人 也起个大早为跑者打气名枪 今天天气比较凉 大家热身一定要做足 那希望我们的浪花马拉松 一定让大家跑得轻轻松松 欢迎明年大家再来 这已经是第二届了 今年我们有12个国家 200个国际跑者 以及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跑者 将近7000人 我们给自己掌声好不好 我们享受在上海之间的这个跑步 尤其是我们春天有太平洋浪花马 11月有太平洋 我们的太鲁阁马拉松 两个上海链 今天组合起来 我要谢谢王赞兵董事长的巧思 所以将我们太平洋 太平洋浪花马 和泰鲁阁马拉松 每两个奖牌 是可以把花连起来 成为山海链 在山海之间 可以体现到花莲的魅力 以及这个城市的美丽 体现到我们的大自然的感动 所以再一次欢迎大家 祝福大家跑得开心 跑得愉快 跑得健康 赛事组别共分为 黄金浪花扮成马拉松21K组 逍遥浪花12K组 快乐浪花6K组 赛事也将补给站分为快速与快乐补给站 避免赛道拥挤 最后21K组 男子第一名为非洲肯亚选手 女子第一名为宜蘭玉兔女神尤雅军 此番透过永续是花莲的日常 Run for Ocean 理念 来呼应绿色赛事主题 邀请更多民众一同感受 见证花莲山海魅力风情 记者长包验说风箱报道